谢谢 太棒了 他就像芭比真人 芭比真人版 真的有那个样子 而且他唱歌的时候的那个 表情和那个台风 巨星 对 所以也更加让我期待 你今天的这个美食创意提案了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带来了一首 我的歌叫做《彩色的黑》 所以我今天就要给大家 来一道五彩斑斓的黑 一道黑色系的美食 黑暗料理 黑色系的美食 五彩斑斓的黑 五彩斑斓的黑 那这个黑是重点 因为平时我们吃到 跟黑有关的食材 可能就会想到对头发特别好 黑芝麻 然后核桃 枸杞 然后那个蓝莓 黑豆 就像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黑米的 紫米的 那些深色的食物 都对女生非常友好 你们还知道一些什么样 黑色的食物 乌鸡吗 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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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爪 还有什么 墨鱼 墨鱼汁 对 墨鱼 墨鱼汁饭 墨鱼汁饭好好吃 对 吃完了之后嘴根中毒了似的 我有见过黑色的炸鸡 黑色的炸鸡 有 它外面裹的那个粉是黑色的 纯黑色的 特别黑 很多料理里面 你们看到黑色的表皮 包括热料 包括洗餐里面 是用的竹炭粉 刷牙也可以用那个 对 就是这种 美白的 同样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有一样东西 我妈从小就说 你不要再多吃了 酱油吗 对 就是酱油 他们就说脸上有痣 如果越吃酱油吃 都那个痣会越来越黑 还有就是有伤口的时候 对 不能吃太多酱油 因为它会流疤 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酱是天然形成的 除非它加了黑色素 才会影响你的皮肤的颜色 那为什么黑色的食物 对我们身体会特别好呢 这些年大家其实知道的 有一辆高档的食材 叫黑松露 老外吃这个东西 是因为它特殊的香气 但到了中国这个事 除了特殊香气以外 感觉黑色的会很补 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觉得 黑色的东西可以补血 红黑红黑的东西里面 含有铁质 铁 然后黑色食物里面 还有一些是深紫色的 刚刚说的这个蓝莓就是 其实我们人类要满足 抗氧化这件事情 很多黑色食物都可以办到 花青素 就比如说黑枸杞 黑枸杞里面含有的花青素 是蓝莓的22倍 所以它常常与其他的药物 形成这样的保健品 好 除了吃之外 我其实从你的这个三脚肌 我也看出来了 你在锻炼方面 肯定也付出很多 我能摸一下吗 天哪 对 我比较喜欢去训练 有氧无氧都练 太棒了 像你们呢 会为了保持好状态 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有在剧组的时候健身 就时间比较规律的时候 对 比较规律的时候 我是那种练得越多 觉需要量更大 就越想睡觉 对 我的教练也希望 我可以睡到八个小时以上 因为教练也想睡八个小时 所以教练说 你睡个八个小时再来 对 训练也好 你身体的管理也好 就像你要去健身房 永远是 睡觉是放在第一位的 对 然后是吃 最后才是练 好 聊了这么多 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 永远像MOOCOG一样 充满了自信的魅力 接下来 掌声有请B 文俊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创意秀 爱美好好的感受 雪花绽放的气候 我们一起颤抖 我会更明白 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爱每个你牵着手 走过荒芜的下丘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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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吹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起水长流 特别有相思之情的一首歌 没为你把骨头 熬成缠绵的伤口 可能在我左右 你才追求骨头的自由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吹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起水长流 他的人生还挺有那种瓷性的 就不用特别使劲 但是懒懒地唱这很好听 谢谢文俊 谢谢 很好听 而且舞台的舞美也很好看 那三颗红豆好大 三颗大红豆 我刚刚看过去我说 原来那三颗是红豆 我的天那么大 所以今天的创意提案是跟红豆有关吗 对 跟红豆有关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红豆最相思 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创意提案就是 相思一锅盾的主题 前面跟后面好像完全不搭 是这么连接过去的 我以为你说带来跟红豆沙什么的 对 这么连起来的 相思就跟家乡味有点关联的感觉 东北的 对 因为我东北人 对 然后东北炖的多 小时候 在学校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 东北乱炖 里面有什么 番茄 土豆 茄子 红烧肉 然后午餐肉 有的时候还加云豆 就是炖在一起之后 放在米饭里拌饭吃 特别香 特别下饭 不用讲究什么搭配 只要选择这道菜就对了 对吧 四川其实各种干锅也算是那种一锅粗 我觉得我在成都吃那个冒烤鸭 对冒烤鸭 具好吃的 那个冒烤鸭 我没吃过 是什么 我们把烤鸭烤完以后 再用冒菜的方式冒 加豆芽加粉 对 也可以煮很多配菜 对 什么东西有 没吃过 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烤鸭的皮 吸那个汁 那像你能长这么高 也是来自于东北黑土地的食物的滋养是吗 吃顿菜吃的是吗 真的 你真实的这个身高和大家知道的你的身高是一样的吗 一八七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我听说就是男演员如果特别高的话 就是你要去匹配那个对手女演员就会比较难 对 然后如果太高的话是会刻意写矮一点吗 你把行业的秘密爆出来了 那请问能冒昧地问一下迪迪的真实身高吗 真的好冒昧啊 当然 我曾经 développ了 就是男生说 –男生说男生也我们有事 他们好像是全部 所以